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 欢迎回到我们会 今天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 变金刚第三方MG出品的J01B 变舞配色飘移 那这款产品呢 首先要感谢一下我的好友李神 这一次呢也是李神购入 送给我来做一期视频分享的 本身呢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设计呢 还是很优秀的 在基于两个形态还不错的情况下呢 把第三种形态呢展示出来 其实是对于设计师比较难的一个挑战 但是呢设计师确实是做到了 虽说东拼西凑呢 把这款再具形态呢给他做出来 但是零件的合理利用和整体的一个 感觉上来说呢还是有模有样的 尤其是对于变舞这个黑红色的配色呢 我觉得相比于变色的配色呢 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包装盒的方面呢简单来看一下吧 盒子呢其实是蛮小巧的 正面呢是一个重新绘画的峰绘 变舞配色的飘移J01B啊 再具形态呢是大家槽点比较集中的一个形态 我个人感觉呢黑色这款呢 相比较于之前的变色配色呢 会好看不少 因为一体的黑色呢加上金色的点缀 确实呢会把整个的破碎感和问题性呢 减少了不少 整个的驾驶室部分呢是采用了磨砂的透明件啊 作为一个展示 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还算是不错 只是呢我觉得身体的主躯干部分呢 作为一个折叠多少是有些突兀 腿部两侧呢其实收纳的也算是比较简单 我比较惊艳的就是两把武器 一个是作为螺旋桨 一个是作为起落架 收纳的是非常惊艳的 后屁股呢也是勉勉强强做出了 涡轮的一个推进效果 所以说三个形态里可能最不好看的就是这个形态 但是呢这个形态呢在这款配色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还算是勉为其难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边聊边变吧 把这款玩具呢变成了人形形态 首先呢两处呢是需要插拔的 当然有人问我这个新的配色修正了插栓的地方 容易裂的这个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还是一样啊 这个插栓不管你是怎么小心 还是会容易出现裂痕的一个现象 那左右的大件呢是呈现不规则的密合方式 底端的部分的这个卡扣的位置 在这个部分啊 它是有一个方形槽 给它取出来 脚尖部分 它是有一个圆图的起落架 把它拿出来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脚尖的起落架部分 稍微偏紧一些 有一些卡扣的部分呢 我觉得略微会做的有些生硬啊 所以说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啊 稍稍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两侧呢是做一个结合 整体的一个效果呢还算是非常好 小剑的部分 我可能觉得相比较于变4的这个配色呢 略显得有些生疏吧 本身呢变4的一个亮银色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而变5的配色呢 顶端部分会有一些红色的一个分色 再看一下整个的载具形态 有两个插拔的位置 是这个部分 有两个小导弹的部分 我们把它取出来 把这款玩具呢 做一个其他形态的变形 两侧的腿部的造型件 往里进行一个贴合收纳 这个倒没有什么要点 然后腿部的一个结合位点呢 是手臂的上下两个护腰卡扣 胸甲的上下两个护腰卡扣 大家记住就行 其实你也没必要去拼得那么紧 我自己呢 就没有把这款产品呢 拼得那么紧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把上下两个地方打开 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 人形呢 就是这么样一个形态 做一个展示 腿部的这个部分呢 首先呢 前脚呢 是上下的一个错开关节 把这个左右的结合卡扣位点 给它打开就行 那脚趾的部分呢 略微我们做一个变形 脚前尖的一个造型件 给它往前翻 然后呢 顺着根部的这个关节 我们把它 把脚掌做一个正常的贴合 这个地方呢 在人形 我再来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 是多少有一点可惜的 那这一侧呢 我们把它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点之后呢 把它往前贴合就可以 那这两条腿呢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其实稍微拉动一下 它是一个滑槽卡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这个件呢 是一个合金关节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就是把这个合金关节 给它贴到位置 但是可能多少呢 会在腿甲的部分 有所影响 给它避让开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干涉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 还是要稍微挫开一点的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是一个Z字关节 我们把这个Z字关节呢 往里做一个贴合 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有一个卡扣的一个贴合 把它卡住正确的位置点 这一片呢 也是一个打轴关节 把它往里贴合 整个的这个腰部的位置 我们可以先把它旋转过来 这个地方呢 多少也会有那么一点点遮挡的问题啊 出现啊 但是问题不大啊 稍稍避让一点点就可以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结合卡扣的位点 我们把它结合上去 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收纳的还算是比较清爽明了啊 有一个银色的维度卡扣 在这个部分有一个小圆装 那顶端的部分呢 银色的这个结合面板 我们把它左右拨开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旋转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摊平 要注意一点的是 你在飞机形态下呢 你可以看到手掌呢 是外摊的一个现象啊 不是一个正常的向里握的一个现象 你稍微要避让一点点 然后呢 再就是这个部分 它是两段的透明件 然后呢 这一侧卡扣的位置点 避让一下收纳 然后这一片呢 给它做一个折叠性的一个收纳 手臂的位置正常的 打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向里呢 进行一个收纳 就把整个的公二头肌部分呢 给它填充完整了 手掌的部分平转过来 这个手部呢 才是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点 至于肩部的关节 你要顺着根部的轴 给它平打下来 再给它 转到一个合理的位置点 这一条手臂呢 就变形完成 这一侧的手臂呢 能稍稍的复杂一些 首先呢 我们先来把 大臂的位置归纳到位 这个地方呢 是多出了两个锁定卡扣 就是两侧的一个维度卡扣 把这个地方解锁开 第一次拔的时候 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紧 好 把银色的手部的部分 给它往下放 这一片的银色面板 给它翻开 然后顺着根部的这个关节 给它转过来 然后透明件的部分啊 其实是一样的啊 首先是需要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然后这个地方稍稍 让它这个透明件 合理的转过来 把手臂部分的 正常的凸点凹槽 给它卡住 这一片呢 往里贴合 手掌的部分也是同样 在这个关节的位置 拨弄开 然后把手掌摊平 这一侧的手部造型呢 也算是变形完成了 这个银色的部分 稍稍给它转动一下 手掌呢 摊开 护领子的部分 把它正常的转过来 头部的这个造型提起来 脖子往后撤 那人形部分呢 我先来讲一下 这个武器的安插 武器呢 在插装的时候啊 它多少啊 会有裂的现象 那我手上这款呢 也有裂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它的这个口啊 一个是顶端 有一点平的 一个是圆口 其实你不管是圆口啊 平口啊 它插的时候啊 它都会裂 所以说插的时候 你适当的稍稍注意一点 就可以吧 反正都会裂的情况下呢 就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通病吧 反正是这么样一个形态 给它插上去 然后大刀的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不喜欢握在手上的话 你可以完全的插在这个地方的 一个卡槽 插刀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找准位置 然后呢 刀的一个刀刃部分呢 是这一面 整体呢 握紧 适当摆一个pose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握持度 还算是可以吧 两把刀呢 是各自手上有 各自的一个握持孔洞啊 实际上是不能后剔的 那对于这款玩具呢 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形态呢 出现了 就是这个人形 尤其是黑红色呢 我觉得相比较于变色的那个配色 会更加的成熟一些 更加的好看 变四飘移的脸部和变五的飘移脸部 细节其实是有出处的 其实MJ这款头雕呢 是还原了变五飘移的这个脸 包括腰部的这个位置 也是还原变五 至于MJ这款黑红色呢 它是改了一个胸甲 做成了奔驰的这个车标的胸甲 我觉得人形的一个还原度呢 没什么说的啊 武器的握持呢 简单看一下 时间晃一晃 我觉得这个刀的握持力度啊 也就一般吧 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形 人形呢 我这一次呢 有一个小中奖 首先呢 你看头雕 这个鼻尖的部分 它是磨掉的一块 我这个开盒就有啊 因为它是一个载具形态 车型进行一个变形的 但是呢 它这个头雕的这个部分呢 就鼻尖顶到车顶盖的部分啊 所以说导致这个地方 有一些掉漆的磨漆现象 脸上的细节做的是相当可以啊 我刚才说了 这个头雕是还原变五的 分色方面呢 也有黑红色的分色 眼人部分有金属色的一个点缀 头雕部分呢 是根部的一个大球关关节 所以呢 上下的一个活动性呢 做的也还行 我个人更喜欢去摆一点 测一点的造型啊 这样是看起来的一个效果很好 然后还原人形的微薄呢 也是做出来的 这个是用车后面的这个造型件来进行一个搭载的 但我这一片呢 感觉是稍稍有点松啊 但是胸口的部分呢 新规的一个替换件 胸部呢 是按照奔驰车型呢 进行一个走的 然后包括腰部的部分 其实是更还原变五的一个配色 手部的一个细节 首先呢 它根部的关节是这样一个关节 所以呢 手臂的平台可以抬到这样 然后大风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公二头肌的部分偏紧 肩甲部分呢 是有黑红色的涂装 两侧的手呢 呈现的细节感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是要给出好评 这一侧的手 曲肘的部分 一些金属色的涂装做的很不错啊 下面的部分有一个弹簧的机构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弹簧机构 同样是四指连动 拇指可动 而且呢 指虎部分是有红色的一个涂装 这点做的算是很漂亮了 然后另一侧手呢 是一个全银色的分色 但细看之下呢 还是有金色的点缀的 所以说这款涂装方面来说呢 也是可圈可点的 手指的部分 该有了一个指虎的一个细节 腰部呢 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腰 腰部呢 也可以做出一个摆腰的一个细节 这一点做的很好 然后再来说说胯部啊 整个胯部呢 是我个人最不满意的 首先呢 站立性来说 你可以看到 腿部呢 它只能说 这样做一个站立 然后呢 我不知道原色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款呢 在这个关节上面来说 支撑力度是完全不够的啊 非常松的一个现象 你可以看到 整体是一个很松的现象 然后再来说一说 我认为这款设计上 稍微逊色一点的 就是胯部的一个活动关节 正常的一个胯部活动关节 它这个位置多少会有些影响 你稍微侧踢一点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正踢这个地方会影响到 然后包括后踢这个地方也会影响到 所以呢 你看它屈膝啊 包括这个蹲啊 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这个胯的位置呢 可动性有限 这个设计啊 不是特别理想的点 就在于这儿 然后腰部的一个点缀呢 该有的金色银色都有 这个地方是一个弹簧的机构 整体的反馈力度还算是可以 然后后腿的部分的分色呢 也算很漂亮 小腿内包的一个关节是金属色的 包括呢 黑红的配色 银色的一个配色呢 做的都还行 包括腿部的这个外侧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的一个腿形呢 收纳的算是很漂亮 脚掌的部分呢 向里的接地很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设计 维度卡扣进行一个锁定 如果锁定上的话 脚掌的一个接地性 或者是站立性的可能会更稳 但是现在就导致呢 说这个脚掌稍微一扑弄了 它会比较松 而且连接关节呢 是一个合金键 时间久了 我也不确定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前脚趾的部分 有一个活动的关节 你可以把脚趾的这个造型件呢 往上进行一个顶住 顶住之后呢 它的一个锁定效果呢 可能会更好 包括呢 脚部也是金属色的一个配色 整个的配色来说呢 是真的很耐看 也很好看的一个配色 活动性呢 上半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下半身呢 胯部的关节略微是有一些拉胯 然后呢我这一次的这个配色呢 这个位置的紧实度呢 稍微是欠缺一些 然后腿部的一个还原度啊 细节什么都做的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背部啊 我觉得背部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其实很漂亮 背部的一个细节分色 包括涂装的一个效果呢 都做得很好 包括呢 装部的这个细节 整体的一个效果做得很好 它这一次很漂亮的一个收纳呢 就可以看到啊 全部进行一个折叠 类似于 Ut禁闭的那种设计思路吧 但是整个设计思路呢 个人感觉会更加的成熟一些 手感和料子方面呢 都还不错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再把这款玩具呢 从人形变成载具形态 这款稍微是有点难度 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如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把这款产品呢 进行一个人形变车型的一个 把胳膊平台 把整个的卡扣的这个位置点解锁 然后按照刚才变飞机那个形态呢 给它进行一个变动 打平 翻到后背 它的金属挂钩给它打开 整个金属挂钩打开之后 把金属挂钩往后折 两片的造型件给它平抬 打平位置 整体拖起 我们可以把这一片呢 先给它解锁 沿着根部关节 给它拖动到顶端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金属滑道的 我们做的所有东西呢 就是为了把这一片的位置呢 给它摊平 摊平之后呢 把胳膊肘的这个金属滑道呢 给它由根部的最底下 推到最顶端 然后呢 你翻直到背面的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小的缝隙 我们通过滑动这个滑道 看 把这个地方填充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也填充上去 把整个的缝隙给它填堵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看到了吗 刚才的填充缝隙呢 被完全的填堵上 翻直到这一侧的关节呢 我觉得整个开口呢 是比较明朗的 因为刚才大家已经看到那个 滑块这个部分了 我们把这个滑块顶上这个位置呢 把空间呢 该利用好的利用好 那手部的关节位置点呢 首先把这一片啊 给它打开 这一片呢 是要挪到前方来 它因为是多段的旋转关锥 所以说我也不好说是说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把这个关节下压 压到这个底部 这是第一点啊 这个扣子要冲这儿 然后呢 外圈 这个卡扣的部分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贴合 贴合到这个位置 手臂的位置点呢 在这一片 给它转过来 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卡扣啊 你这个手掌的部分 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个折叠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尽可能的贴近 或者是说 这个手指的部分 适当的再做一些调整 先把这个手掌 团成这个样子 然后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保证的一个点啊 就是这个位置的倒角处理的是要一个直刷的点 如果说这个地方处理的不好的话啊 对密合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 这一侧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手掌部分呢 是摊到这儿 一会儿手指这个位置呢 再进行一个收纳 那这一侧呢 我们也做一个同样的变形啊 首先把这个磨盘的地方打到外面 你可以看到这一面的磨盘是怎么打的 那这一面的磨盘就是怎么打的啊 变形的时候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啊 变得不是特别爽快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这个磨盘的一个调整 你把磨盘的这个地方调整到位的话 整体的一个变形呢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把这一片的转过来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肘的部分 我们给它转过来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弹簧关节 你看把这个护肘的地方 给它下压过来 这个地方正好是把肘心的这一片呢 给它包裹住 包括呢 小拇指的部分 我们可以往里进行一个收纳 好 调整到这个样子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款变形的难度啊 就在于手部的一个收纳 尤其是磨盘关节的一个转动啊 是这款产品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 第一 磨盘关节的一个转动 第二个点呢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 拇指这个地方 一定是要把这个拇指 这个位置处理好 所以说稍稍小的细节 要一定要把这个拇指的部分 给它贴合到里侧 这样呢 到变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两个红色的肩甲 把拇指收纳 这个地方呢 它就不影响了 这个位置呢 是我认为这款产品的 在变形的时候呢 需要着重注意的点啊 因为这个拇指呢 在我反复变形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磨损 或者是说拖地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我认为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再者呢 就是上下的卡扣的一个咬合 头顶的部分 刚才望说了 望里进行一个贴合 贴合就好 然后这一片肚子位置 给它翻开 那头顶的这个地方 它不是有一个卡槽吗 其实一会儿你贴合好了 它和肚子呢 是有一个结合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再看这一面 其实车身的部分呢 已经出来了 紧接着呢 我们把屁股的位置啊 给它解锁 该放置一边的就放置一边 这一片呢 也可以适当地 给它做一个调整 它这个收纳呢 其实是很精彩 整个的手感来说呢 还是偏紧的 好 这一片打开 打开时候呢 两侧摊平的位置点 你可以发现 这两侧呢 是有两个横向的轴 在侧面的位置 窜的时候 看不看到 边把这个地方 顺着这个劲儿 来 顺着这个劲儿啊 给它摊平 找到这个相应的位置点 找到这个相应的位置点 这一片给它打平 这部的这个部分呢 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两个末盘关节 拿过来进行一个旋转 这一侧也是末盘关节 拿过来进行一个旋转 整体呢 做一个贴合 前面这个地方 给它转过来 那车的大部分的处理地方呢 就已经是OK了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难住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给它平推上去 你可以看到 整个车头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已经有雏形了 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就是腿部 我个人是觉得 腿部的变形 其实你捋明白一遍呢 腿部的变形 可能会更加简单一点 首先解锁维度卡扣 前面这个银色的造型件 这个卡扣的部分解锁 那其实这一片呢 我看原色的时候 大家就反馈说 这个地方很难扣死啊 其实我这个能扣死 我但是我没敢使劲扣 我觉得扣死再解开 真的是不好解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倒勾卡扣吧 在这个红色部分 你稍微按住这个轮胎的部分 稍微使点劲啊 这样弹开 那这一片呢 就给它出来了 其实腿部呢 就是一个拆分的过程啊 简单给大家捋一下 后脚的这个造型件 这一片卡扣给它拆解 然后这一片给它平打 整个腿部呢 这一侧的造型件 给它平打 腿部的造型 给它翻至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稍微拖住点根部 你就会发现 整个的车侧面呢 就已经开始变形出来了 那后脚的这个造型件 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就变成了车头的部分 我们给它转到这个位置 好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逐渐的来给它还原 这一片红色的位置点 我们给它抬起 同样呢 顺着根部关节 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这个地方还是偏紧的一个手感的 那这一片玻璃的位置 给它转过来 沿着球形关节 给它抬并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旋转关节 给它转过来 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好 这个位置呢 就OK了 再就是脚掌的部分 脚掌呢 它设计的是这样的一个键啊 所以呢 我们沿着这个关节的部分 把脚掌呢 给它往里进行一个收纳 然后这个地方呢 多少半的时候 适当的上下的调整一下 给它转过 翻过来之后 顺着根部关节 再给它转过来 然后呢 这一片呢 进行一个贴合 那它左右腿呢 是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这一面的这个造型呢 是贴合不上的 另一侧呢 是完全OK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一面呢 你看 翻到这个位置 其实它的大体型也出来的 腿部的这个关节 顺着根部来进行一个 折叠 在折叠的时候呢 前面这个银色的面板 其实就是它车头的这个位置 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底部的这个部分 在膝盖甲的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有一个重要的卡扣 其实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卡扣 你只有把这个弹簧关节 往里推 推到底 它有一个卡扣 给它完全按死 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完全的贴合 那我们顺着这个 车型关节的部分 把它进行一个密合 该调整的地方 和几个维度卡扣 进行一个咬合 好 这一侧车头也是一样的 凸起和凹槽的一个密合 给它压死 然后这一片给它锁定住 这里面有一个卡扣 看到了吗 这里面有一个卡扣 你时间往里推 它有一个锁定卡扣的位点 给它定住 定住之后 一定是要锁死的一个状态 锁死的一个状态 这样再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后面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这个地方一定是 要压合好之后 两侧呢 是有两个维度卡扣 给它中间崩一下 后面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锁定关节 两侧呢 这样搭一下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捏不捏不 主要是检查几个点啊 两个膝盖甲 这里面的隐藏卡扣 卡没卡住 然后脚掌的部分 这个地方该贴合 这一片压没压平 拇指的部分 收纳是否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握到里面 好 这些位置呢 检查完成之后呢 你看一看 整颗产品呢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而且呢 你看一下这个流畅性 根本不摸底盘啊 看到了吗 就非常OK了 记着还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的扳手程度 不是特别理想 OK 那么变到这儿呢 这款车型呢 就算是全部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把的滚动性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呢 一点都不摸地啊 其实你调整好之后呢 整个的再具形态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几个难点呢 就是在于这个手臂 它是否是完全 这样是进行一个贴合的 然后再者呢 你可以看到 拇指这个地方 你要调整好之后呢 它是可以完全进行一个 非常服贴的收纳 然后两个 这个位置 是有个卡扣的 进行一个压盒 在这就是这个顶 顶上的这个位置 是要做一个贴合的 把这些地方呢 搞定之后呢 我觉得整体呢 虽然是底盘拖着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丝毫是没有什么卡顿的现象 后车尾这个地方 真的像吐槽一下 不是特别好扣啊 扣起来的一个手感 也不是特别友好 这两侧呢 扣起来特别不爽 然后呢 你如果不注意的话 你也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车尾的部分 你看它收纳的 是一种好收纳 但它真正扣的时候 真的不算是很好扣 它整体再具形态的 一个问题啊 就是 车型不对版啊 那边五的配色呢 实际上是一个奔驰的车 它还是拿布加迪啊 做一个产品的延伸 我觉得稍微是差点意思啊 但是呢 黑色的布加迪 确实是更帅一些 整体呢 是采用了这种 磨砂质感的黑色 而且呢 上面是有这种 金属烤漆的 外侧的红色呢 涂装呢 也算是非常不错 轮毂部分呢 是采用橡胶轮筷 液压片的细节刻画呢 也是有 外侧呢 是有红色的涂装 那车灯的部分 车头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修没修复啊 我觉得 我这个是 已经算是密合的 比较好的一款了 然后呢 前面的车灯 是呈现的这个样子 多少还是会有 那么一点点小缝吧 但是黑色 它确实是不太这么明显 然后底板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是呈现的这个样子 收纳的算是比较干净清爽 那整个的车型呢 我觉得 如果调整好的 整体的一个效果呢 还算是可以 但是确实是不好变 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但是整体的效果来说 变形的难度呢 也是有不少 而且呢 它是附带了两个 倒是镜的配件啊 你是可以自行给它安装上 我就是比较懒 就没给它 给它装上去啊 装上去是有这个 倒是镜的一个效果 反正总之是这个样子吧 这款产品呢 其实是拖了小半个月啊 然后才更新的 主要是最近呢 玩变形金刚 或者是玩模型啊 不太怎么走心 心理化 也不是特别想玩 那些复杂的东西 比较复杂的东西呢 我觉得静不下心 没有办法去体验 整个产品的一个变形 所以说这款产品呢 就是也是放了半个多月 这个视频分享 主要的原因也在于这儿啊 整个的配色来说呢 我觉得要比 变四那个配色 来得更还原一些 包括它的腰带啊 细节和头部的细节 其实是属于变五 本身的一个配色 黑红色的配色呢 也会把之前的一些 小毛病啊 小问题啊 给它充分的解决掉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车型 并没有做任何的改模 属实是有那么一些可惜吧 那整体来说呢 如果调整好的话 整个的产品还是 非常有噱头 有看点的 而且呢 变形难度体验上面来说 确实是有难度 整体体验的一个效果来说呢 也是偏难的一款产品 简单的给大家去做 这一期的视频分享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今天视频啊 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在这里 我会想说 我一会儿 在这里 我会想说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第一位 我 就是